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要么十点之前就回来 要么就流宿在外边 准确地说是睡在杨水华那边 正强和杨水华好了三年 地球人都知道 正强这个点回来有些例外 我却并没有打算浪费脑细胞去刨根问底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看是否能把刚才的梦做成连续剧 然而正强的脚步却在卧室门外停住了 随即响起了轻轻的扣门声 第二 开下门 正强和我分房睡已经三年了 他在深夜突然敲我的门到底是几个意思 忐忑 疑惑 惶恐 争先恐后地从我的毛孔往外涌 我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微信提示音响了 打开看 是正强的消息 我有事和你说 开门 别把孩子吵醒了 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正强敲门并没有求欢的意思 上小学的女儿睡在隔壁 我不想让她在深夜被父母的争吵声惊醒 我穿好睡衣 对着镜子 拢了拢头发 踢抬着拖鞋打开了门 正强进来了 随手轻轻关上了门 他坐在床边的沙发 摸出了一支烟 顿了顿 又把烟装了回去 我坐在树装抬前的椅子上 低头摆弄着指甲 等着正强开口 正强一只手 把另一只手的关节按得啪啪作响 他一直都这样 考虑问题或者心情紧张的时候 就会不自觉地重复这个动作 一二 他怀孕了 我们离婚吧 房子存款归你 厂子归我 我会付一半估值给你 女儿你愿意带走就带 跟着我也行 正强低着头 一口气把话说完了 看来应该经过了深思熟虑 给出的离婚条件有多诱人 他离婚的决心就有多大 看着勾搂着身子的正强 我心情竟然出奇地平静 我淡淡地说 女儿归我 我走到门口拉开门 睡吧 我困了 正强起身回到他的房间 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 他说 嫣儿 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 正强说话的口气好像有些哽咽 他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心肝碎成八半的人应该是我吧 我和正强勉强算得上青梅竹马 他跟着在家的母亲来到我们村时 正在读初中 继父本就不喜欢他这个脱油瓶 他又正在叛逆期 处处和继父作对 后来继父干脆对他放手不管 他辍学成了小混混 我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 那个暑假我和正强好上了 情窦初开的年纪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反正稀里糊涂的 我就和正强混在了一起 我父亲气急败坏地拿棍子抽我 棍子都打断了 我都没有掉一滴泪 我已经怀上他孩子了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 我父母气得病了一场 没办法 还是和我和正强张罗的婚事 他继父不管他 他母亲没有能力管他 我父母在城里给租了套房子 算是给我们安了个家 结婚后 我们就去了南风打工 正强脑子活络 我们打工赚了一些钱 也学到了一些技术 和开场子的经验 我怀孕后 正强就带着我 回家乡开办了个小场子 开场子的基金是我们所有的积蓄 还有我父母所有的积蓄 还有一些贷款 我生女儿刚出月子 我就把女儿丢给了我母亲 和正强一起跑手续 搞基建 进设备 拉客户 场子刚步入正轨 正强说 隔代教育对孩子不好 就让我从场子退出来 做全职主妇 正强说 他在缺少爱的家庭长大 他希望有个温暖的家 他说 忙碌一天下班 他希望看到我和女儿在等他 桌上有热腾腾的饭菜 我要弥补正强成长中的缺憾 我要把满腔的爱和关怀 都给正强 我二话不说 就做了全职主妇 我被自己感动得稀里哗啦 然而没过多久 我就被现实啪啪地打了脸 正强跑业务时 结识了一个女人 她叫杨水华 比正强大几岁 谈不上多漂亮 皮肤却出奇的白 像个透亮的雌娃娃 一哭二闹三上吊 一个女人能使的所有招数 我都用上了 正强却坚持自己的原则 不离婚 不和杨水华分手 正强说 他缺爱 他需要很多很多的爱 来填满心中的黑洞 我觉得正强是欠揍 我让我弟弟找了一帮人 狠狠地揍了正强一顿 正强被揍得奄奄一息 却仍然不肯做出任何让步 日子过得水深火热 可能是心情太过意义的缘故 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需要做大手术 做手术需要一大笔钱 正强说 他就是把厂子的设备砸了脉铁 也要给我治病 但是他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我不能管他和杨水华的事情 我也不能和他离婚 正强说 他爱我 爱女儿 也爱杨水华 他恨自己没生在大清朝 否则他会宠妻爱妾 语露君瞻 正强把他的要求 写成了白纸黑字 他说 你签了字 我就凑钱给你做手术 我咬着牙签了字 签字的时候 我颤抖的手 几乎握不住笔 我恨正强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正强向我提出离婚 我的心里还是有些气气然 毕竟家庭完整的假乡 被彻底打碎了 就如眼看着一个表面圆润光洁 实则内部疤痕累累的瓷器 突然从桌子上跌下来 彻底碎成了渣子 不过 我很快就收拾好心情 开始了新生活 我拿出正强给我的钱 又拿房子抵押贷款 凑够了资本后 我轻车熟路 很快就办起了自己的厂子 厂子经营的产品 和正强厂子产品一模一样 正强做生意心狠手辣 在圈内的口碑不大好 我使出一个女人的浑身解数 没过多长时间 就把正强那边的客户 拉得七零八落 正强找我算账 我淡淡地说 我和女儿也需要生活呀 凭本事吃饭 你有本事把客户再拉回去 正强一拳头砸在桌子上 他气红了眼 要和我拼命 保安闻讯赶来 哗啦啦拿出阵势 要揍正强 我挥了挥手 让他走吧 我剑步都打打杀杀 正强受煎熬的日子 还在后头呢 我要看着他 被折磨得欲哭无泪 正强的厂子入不敷出 就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 怀孕七个月的杨水华 被送进了医院 杨水华的身体 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医生不得不终止了认身 七成八不成 孩子在保温箱躺两周后 还是没能留住性命 那个孩子是个男孩 正强一心想要个儿子 这也许是他下定决心 和我离婚的主要原因 听说杨水华的身心 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他奄奄一息 能否挺过这一关 都很难说 杨水华出医院 花钱如流水 正强原本就拮据的经济 雪上加霜 他的厂子 因为资金链断裂 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 我母亲解恨地说 人在做 天在看 正强他对不住你 落得这个下场 是遭天谴了 我淡淡地说 这世上恶贯满盈的家伙太多 都靠老天爷 惩恶扬 还不把他老人家累坏了 没错 正强如今人财两空的下场 是他多行不义 避自避 当然 我也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决定性作用 当年 我躺在医院里 正强逼我 签下了那个协议 因为患病 我身心虚弱 尽管感到屈辱 我对正强 还心存幻想 正强陪我在省城医院 做手术 做手术当晚 麻药散去 伤口像刀割一样 感到疼痛 我请求正强 我疼 我想让你握着我的手 就在那时候 正强接到了杨水华的电话 他狐媚的声音 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我的耳边 怎么还不来呀 房间我都订好了 正强放下电话 急匆匆出去给我找了个临时护工 然后 他出去和杨水华鬼混去了 就在那一刻 我对正强的感情灰飞烟灭 我恨不得把他挫骨扬灰 还有 我对杨水华的恨意 也蹭蹭地上了几个台阶 但是那个时候 无论如何 我也不能和正强离婚 不能说我和正强签的协议 那时厂子还没有开始盈利 我即使想方设法地和正强离婚 还得背负一大笔债务 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背着债务 我不知道和女儿 如何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我只能忍着不语 把一切都忍了下来 出院后 我借着身体没恢复 和正强提出了分房睡 他痛快地答应了 也是呀 有杨水华那个狐妹子勾引着 我病泱泱的身体 确实很难让他产生兴趣 一晃几年的时光过去了 正强的厂子 因为产品比较受欢迎 早就开始盈利了 我虽然很少插手厂子的事情 却暗暗地和财务人员 业务员都搞好了关系 我对正强厂子的营销情况 了如指掌 就在我想找借口和正强离婚 并最大限度维持自己的经济利益时 杨水华去迫不及待地 找上门来逼宫 正强已经不爱你了 你别站着毛坑不拉屎 一个毛坑而已 我早就不稀罕了 你有本事站去拉屎吧 我淡淡地对杨水华说 我早就打听清楚了 杨水华因为先天性身体的原因 生孩子对女人来说 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 对她来说 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杨水华和前夫离婚 以及正强不愿意和她结婚 其实这个都是重要的原因 这个蠢笨的女人 明知道自己有人类 还大张旗鼓地逼我给她让位 她这不是找死吗 杨水华找过我以后 我就在朋友圈不断地秀恩爱 卧室地毯上 一双男士拖鞋和女士拖鞋 轻轻热热地挤在一起 我和正强带着女儿 在游乐场 一家三口的合影照 我们笑得眼睛都挤眉了 另外 我每天都在朋友圈发一些 女人当了妈妈 才能明白的事 女人不生孩子 就称不上是个完整的女人 对于男人来说 子嗣远比公民利路 更重要之类的帖子 当然我的朋友圈 设置了分类可见 我这些别有用心的帖子 只是针对杨水华 一个人发送的 杨水华终于被我激怒了 她冒着生命危险 怀了孩子 并因此逼着正强离婚 正强和我离婚了 杨水华的目的达到了 当然我更是得偿所愿 杨水华能否挑战 生命极限顺利产下宝宝 那并不是我能所左右的事情 不过我想 上天会庇佑善良的女人 显而易见 杨水华不是那样的女人 我想不到 正强会厚着脸皮来找我 她的命 现在就靠钱吊着 我那边的情况 你也知道 你厂子忙不过来的话 能不能分一些订单给我做 正强这是让我以得抱怨吗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 但是我坚决 不会让她好过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